Check的节奏是2in3 清楚吗 2in3 恰恰1 所以Check只是半拍 它的节奏会比较快 叫做快速的前进抑制步 我们古巴段步之所以叫古巴段步 叫古巴破碎步 就是因为它的节奏比较零碎 所以如果我做快一点 你就能感受到区别了 古巴段步的节奏 2in3 恰恰1 2in3 看到了吗 2in3 恰恰1 方形步呢 2 3 和2in3 清楚了吗 朋友们 因为古巴段步它的节奏零碎 所以我们在前进抑制步的时候 只有半拍 也就是二分之一拍 去完成我们这个快速的 前进抑制步 理解男朋友们 这个是他和方形步啊 纽约步啊 朗德这步最大的区别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技术 我们除了节奏不一样之外 我们古巴段步Check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方向是往哪里 一般来说我们方形步的前脚是往前做Check 古巴段步的Check是往哪里 是往斜角产生了交叉的位置 看我的动力腿往斜前方做Check 动力腿往前方做Check 那观点点来了 我们的脚尖对哪里呢 2in3in恰恰1 脚尖对斜前方这样的错误跳法 应该不少见吧 朋友们 再看我模仿一次 这个是不对的啊 恰恰1 2in3in恰恰1 2in3in恰恰1 非常多朋友 非常多的朋友只知道啊 我要往斜前方出脚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脚尖可不是对着斜前方的 你的脚尖是对正的 产生了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凝转 而不是脚尖和身体和脚是顺的 3in恰恰1 古巴段步 一定要听出大脚趾内侧擦向地板 然后脚尖对着正前方 做前进一支步Check的动作 清楚吗朋友们 那这个是脚尖的方向 那我再稍微多说一点 我们脚尖一定是大目脚趾内侧擦向地板 你看我的脚尖往斜前走 我的大目脚趾对地板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压力 然后再落根 非常多的朋友在做古巴段步的时候 脚非常的飘 脚会抬起来 我们并不是向前抬脚迈步 向前抬脚迈步 而是什么 而是要使用到大目脚趾内侧对地板的压力 然后看我大目脚趾内侧继续推地板 出脚做Check的位置 所以想学好古巴段步 我先学什么 先学好正确的脚法 先学好正确的脚法 我背面再看一次 恰恰 一背的时候就是大目脚趾内侧 1 In收回来 2 虽然我的方向是往斜前方的 但并不代表我的脚尖也是斜前方 我的脚尖是对正前方 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做 Check 截止 抑制步 这个是去 那么接下来 In非常关键 In是后脚脚掌向下踩 重心从中间的位置 推动到后脚的位置 这是趋于In 3是什么 3是后腿 主力腿 脚掌 推动地板 产生向旁的移动 这是我们的重心和发力点的要求 每一步我们都要清楚 哪一拍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1In是大目脚趾擦地 收脚 3是大目脚趾擦地 向前做截止 重心在中间 In是在中间 这一拍是后脚向下踩 膝关节伸直 3这一拍是后腿 主力腿脚掌 推动前腿去旁 我们还回到什么位置 我们还回到一开始准备的 身体和胯在同边 顺的方向 不是对抗的 是同边的 动力腿 大目脚是内侧垫地 然后我们接着往另一个方向 我稍微回来一点 另外一个方向 一样的 大目脚是内侧擦地 收脚 然后往斜前方出脚 做check 后腿膝盖弯曲 做截止 去 后腿这里也是大目脚趾 内侧 脚掌 着地 in的时候 也就是掐这一拍 我们后脚脚掌 要向下踩 产生 chack 然后one 脚掌推 one 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了check的节奏 它不是像方形部一样的去一整拍 它是去 in就要回来了 three就要出去了 chack chack 就要回来了 5万去到另一个方向 58段步的节奏啊 它的节奏是比较零碎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半拍的节奏 半拍check 半拍回来 整拍 three这一整拍 推到旁边 半拍check 半拍回来 one一整拍 推到前面 然后要注意脚法 注意身体 大目脚趾内侧 然后脚尖对前 去 in three 大目脚趾内侧 脚尖对前 往斜前方 chia chia one ok 这个是我们古瓜段步的脚法 这个是我们古瓜段步的脚 古瓜段步的check的节奏是 去 in 好 好 好